各位同学,大家好,我是主讲人福天爵老师,我是从斯大福中退休的数学老师,我从民国83年就开始辅导大学正确入学,今天这场讲座本来是在学校跟各位见面, 因为遵守防疫的规定,减少面对面的接触,我们改为线上,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拿到学测成绩单以后,如何选择个人申请的校序。 大学正确入学,从民国83年开始,已经实施了二十七届,我从第一届就开始辅导,自己学校的学生。 所以今天,我会将我二十七年的经验提供给大家,并且准备了丰富的画面,欢迎大家观赏,谢谢各位。 我们现在来看,大学各管道招生名额的变化。 106年到110年,我们可以看到环兴推荐。 环兴推荐的人数都大概维持在一万六到一万七,有稍微人数的下降,那是因为有部分的名额到了特殊选材。 那个人申请的部分,一直维持在五万四五万五,大学考试分化也是维持在两万四到两万六。 这三个管道的名额可以看出来,目前大学变化,不管在招生名额或者各学系的申请入学的经验,应该是变化不大。 所以我们简张,在参考的时候,过去的年度的统计数字,也是值得参考。 现在看这个管道的统计图表,更能清楚看到,申请入学有五十六,将近五七%。 考试分化只有占了十分之一,那环兴推荐还是有将近的十六%以上。 这是目前,大学管道110年度的招生名额统计表。 今天我要谈的有,我要报名申请还是准备指考。 第二,我准备指考是我要报名申请试一试,又该如何准备指考。 第三,也就是今天的重点,我要如何选择效细,如何评估是否会录取。 我们先从我要报名申请还是准备指考开始。 先介绍,环兴推荐,环兴推荐,目前报名的人数大概是两万多人,那就是在学者里面的一万两千人,大概是五分之一。 那风花录取,它的录取率有六成左右,那医学系是属于第八类学群,那它的录取率大概三成。 那今年医学系和牙医学系都是两阶段正式,也就是第二阶段都有面试,牙医有数科。 这一部分是今年最大的改变,那繁星推荐适合高一二在校成绩不错的同学,百分比小,因为它是第一个比学系是高一二成绩在高三的百分比。 那学测成绩,有时候你想要申请的消息,那这一部分,环兴新推荐,分数会比申请入学稍微低,一到两级分,甚至有的低到五级分左右。 再来我们看大学个人申请各阶段的名额,大学个人申请的报名申请的人数是学测大约108年到109年,大约是三文热的同学都有报名 个人申请,那因为我们报名申请的系数规定,每人最多报六个系,所以这边是平均报了五点四六和五点五五个系,那通过第一阶段大概接近八成,109年是八成以上。 那这一部分,要记得通过筛选的指的是通过一个系,或两个系,或三个系,也就是供估或落榜的人只有两成。 那这边六报名六个,而只录取一个或两个,三个,可能都会有失落感,因为他可能最喜欢的系没有录取。 那通过筛选的系数,也就是第一阶段通过,平均是二点七七个系,二点七,这二点七七个系,其实不是很好的。 我们通常报名六个,一定有一半最喜欢,有一半次喜欢。那如果是平均上二点七七个系,那都是次喜欢。通常最喜欢的都没上。 所以我们在报名申请的时候要考虑,我们第一阶段应该要过四个或五个,可能会比较好。 那最后统一分发的录取率大概在五成五,五成八左右。 所以这是报名六个后,最后都会再重新分发。不管你是上一个,两个,三个或备取,都会再重新分发。 那个人申请适合就是学者考的还不错。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,就是性向明显。但是大部分的同学都是不想再准备七月指考,所以才报名申请。 下学期升大学,很重要一个时辰。 学者成绩公布以后,你开始去准备指考,大概还有一百二十五天。 如果你现在开始在寻找你要申请的消息,那第一阶段筛选结果出来,是三月十三十一号。 如果那天刚好一个都没有录取,那也很好,因为你准备指考还有九十天。 那如果你通过一个,两个,三个,你决定参加第二阶段证事,那等换榜。 这些都是一些折磨。那这个过程大概就去掉四十天。 等到如果你有证据,或者你梦想系一定上了,那你才是放弃指考。 否则的话,我是建议,在你梦想系没有证据以前,最好还是保持着读书的强度。至少要在学测前的八成左右。 也就是在梦想系没有录取以前,随时都要准备指考。 否则这段时间,到你最后录取,可能不一定是你喜欢的系。那这时间的流逝都是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消失。 这是提醒大家的。那下面,如果你现在开始准备指考,对不起。那我建议,先从高三上下学期。这两个月,准备申请的时间。 你还是要准备一下指考。那先从高三的课程左手。等到五月,万一你都没有录取,那你再准备高一二课程。 那最后做综合复习。也就二月到四月,都读高三的素甲物理化学生物。我指的是自然主读素甲物理化学生物。社会主读素以历史第一公民。 五月在复习高一二课程,六月中二复习。 下面介绍,开大、清大、较大、正大、成大的。 个人申请和考试分发名额比例。大家在这边可以看到,清大、较大,都只剩两成,成大、三成七。这就代表二类组的学校。 在指考部分,大概是剩两成。 这边台大和正大是国内唯一,目前大学唯一接近四成在考试分发。 这是因为教育部比较容易管得到的地方。 那这台大和正大这接近四成的名额,其实都是一类组占了将近五成。一类组科技都五成。所以对于一类组的同学,如果你会台大、正大才练得。 加上你的功课又不错。那你功名历史低,还可以。那我非常欢迎你,现在就赶快去准备指考。 应该说,指考的成绩应该会比学生更好。因为学生这一部分,社会组同学是比较吃亏。 都有被自然组巴凌的感觉。那你现在只要准备指考,然后又准备公民历史低利。 相信自然组的同学,那些学霸都不会考历史低利。 这是二级中制辈的国立大学。那各位可以看到,他们在个人申请和指考名额,使个人申请医院大于考试分化。 大家都知道师大和台北大学都属于一类组学校,科系比较多的学校,他们考试分化也只有不到三成。 这是中原大学和其他师大学的个人申请和考试分化名额比较表。 大家都是偏重个人申请,考试分化名额都是比较少。所以这一次的机会不要流失。 再来我们看,评估个人学科的测验成绩。那如何决定我们,是要申请入学还是指考?那最好的比较,不是看成绩,而是看你所在的班级排名。 也就是模考的排名,跟学测排名,在班级上,那你做个比较。如果学测排名比模考好,那我建议你一定要尽量的参加申请入学。 如果你这一次学校没考好,那可以考虑7月的指考,现在就赶紧去准备指考。那一般来说,我们查申请入学,最想知道的就是,我的分数能上哪里。那我们就需要查过去的结果。那这可能我们就要去刨一下网页。 大家上大学政权委会以后,然后点历年资料查109年,再查108年筛浅学果。查两年你比较能够看出它分数的变化。 那你也可以到得胜者文教,打一个得胜者文教,然后查一下,它有弱点分析,还有历年大稿资料,这点进去都有历年分数。它历年分数是在这里查询,可以查到五年的分数,我们等一下会秀出来。 大学申请的步骤,第一个,就是翻查大学政权减账。你手上没有大学政权减账,那可以上大学政权文会,校系分择查询那边,就可以查到大学减账。第二个,你报名说一定要符合校系所规定的目标减定。 那你曾经没有达标,就不要报名。你不要想说我测试一下城市有没有bug,从来不会发生。你就浪费了100块报名会。 那最后很重要一点,就是一定要符合你的兴趣,有兴趣才会读得快乐,有能力你才能够继续研读下去,甚至读研究所。 最重要一点,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最感慨的事情,就是很多同学到最后,他其实报名的系,有些是为了父母报名,并不是自己想去读。 有的是可能为了同学去报名,所以这里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,就是考上会去读的才报名。 一开始报名的时候就要想到,我一定要会去读才报名。 我们先看简章。 看起来很复杂,但实际上他只有四个部分,第一部分就是,第一部分就是第一阶段的筛选。他只有这一段,只有这一段。 第二部分就是大学第二阶段征选的总,总神器的算法。 那第一阶段有筛选倍率。 第一个你要通过标,第二个他用筛选倍率来挑学生。 我们等一下会详细说明。 那第二阶段,他是有采集一下学测,有的没有采集学测。 这里有两个项目,看这边应该最重要是面试。 但是不管怎样,我们第二阶段想要通过,第一阶段要先通过。 如果没有第一阶段,大概就第二阶段就不见了。 那这里项目有审查资料,接着就会有时间,这里就是内容。 那如果有面试的话,下面就有时间,也会有内容。 那这一个系可能面试的内容,就是可能是谈谈个人自己。 所以这个面试,他没有说明要面的范围。 那还有下面背书,有空要看一下。 那整个简章就分这几个部分。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, 第一阶段筛选的方式。 第一阶段筛选,第一个你要过标,标都过了以后,你才报名。 报名以后,大学征选委会就根据筛选倍率来挑。 这个系的第一阶段通过人数。 他预计通过210人。 那首先呢,他是从筛选倍率最高的科目开始挑。 也就先调五倍,五倍乘70,350人。 先调自然350人。 那这个挑法是从报名人数里面挑。 如果今天报名人数500人,那我们调350人,大概就7成。 如果报名人数是1000人,那我先调350人,那大概就是3成5。 有三分热等被淘汰。 那一般来说,一个大学科系报名人数,它的中位数和重数大概落于150到350之间。 它的重数大概都在200左右。 这是我大概知道的跟大家报告一下。 那我们就挑完350人。 这个系因为是心理系,所以它报名人数会相当的多。 多可能会超过350人以上。 所以他挑这个自然是合理的。 有时候是700人左右。 那700人挑350人,就有一半人被淘汰。 第二个就再挑,是挑英文4。 注意哦,是从自然350人,再挑英文280人。 是从自然挑相对英文好的。 可能英文很好的人,他自然被淘汰。 所以他也不再被挑的英文。 这些280人里面,下一个挑的就是,下一个数是3。 这里就是3乘70,210。 再挑数学210人。 这个210人是从自然挑出来,再挑英文的这群人,挑210人。 各位可以看这个挑法是五分之四,再来是四分之三。 也就是说都还算是,不是差距很大的。 那这个系,因为只能容纳210个人来珍视。 这是他最大容量。 所以,只要挑最后一个这个数学,210人。 如果超过的话,他是这样比,记得。 他是比最低的那个几分超过的部分,才比同几分超额筛。 才比同几分超额筛。 假如今天数学10几分以上。 10几分以上的,有200人。 那现在不够210,不够10个人,我们就要挑9几分。 9几分假如有30人,我们就从这30人,再比国英数字4颗。 国英数字4颗,也就是说通过的最低几分9几分,我们才比最低几分。 这是目前中原大学心理系的状况。 这是历年的分数。 这得胜者文教会提供104到109年的分数。 看选题申请的时候,你会遇到哪些问题。 第一个,就是说我要考虑哪些因素。 那首先你就参考一下,辅导师在高二暑假或高三的9月, 为你做过的学系探索量表。 那有哪些学群你是达标的? 这些是你主要选择的对象。 也可以跟你正在就读大学或离开大学, 不要超过三年的家人亲友,堂哥堂姐表哥表姐,或者学校社团的学长姐,都可以跟他们讨论。 那有些价值观,我们现在开始来探讨。 这是要符合你的大学教育的价值观。 选校选系,我这边建议商馆部分是以选校为主,因为可能考虑未来的人脉。 那你是读商馆,可以考虑选校。 那其他的,我是建议选系,尤其理工。 理工为什么选系?你今天读中原大学,不要担心。 你研究所,你如果大学,你成绩很好。如果你是第一名,那我大概告诉你,台大的研究所,你绝对没有问题。 大师就可以申请入学。 那如果你是前十名,那一定是国立大学的研究所。 当然,你也可以留在中原大学,继续深造。 因为其实,除了商馆以外,绝大部分跟你以后就业,跟你的学校是无关的。 其实是跟你的成绩相对有关系。 还有热门,冷门。今天冷门,可能未来冷门。今天读热门,可能未来冷门。 这个十年风水轮流转。以前大家都没想到,韩文,冷门,现在是热门。 那职业选择价值观,就业导向还后置根基。 你今天,可能你电机的分数不够,那你可以选择读物理系。 你职工系的分数不够,因为他们现在都很热门,那你可能可以选择数学系。 这相对分数比较低。那因为我们大学物理的研究所里,电机研究所,都为物理系另外开的考试。 你要进他考试的科目跟读电机系不同。 同样的职工研究所,他也会开。 可能考离散数学,来给数学系的,当入学研究所的考试。 这部分就是你可以考虑,你现在可以考虑先后置根基,先读数学物理,未来再读电机之工。 那你要最佳弱点还是高分低区。 我是觉得很多同学很计较,我的分数要刚刚好。 那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从你的兴趣和能力考量。 最后我是希望你能跟父母性取得一个平衡点。 也就是说你的意思,希望父母尊重你的意思。 同样你也要考虑父母的价值观。 那选拳之后, 我们还要考虑的就是,跟家人还有在网路搜寻,我们到底要从哪几方面考虑。 你可以搜寻各学系网页。 那你第一个看的还是要注意,看他科系的修业课程。 因为这课程,大二到大三,可能会影响你的整个学习。 那你可以把大二大三的课程,Google一下,看看他符不符合你的学科能力。 也就是你学习起来会不会很辛苦或者有障碍。 那个人要考虑的第一个要有兴趣,兴趣才会读得快乐。 优势学科你才会继续的读下去,成绩不会差而重考。 最后价值观是亲友,最重要是父母亲。 那科系要考虑的是修业课程,教育设备,学术生话,还有最重要是毕业出路。 那学校要考虑的就是,离家越近越好。很多人就是想要跑远。 我一个朋友孩子,去年我建议他留在台中,因为他住在台中,他不肯听话,他就跑到北部。结果呢,他来北部注册完,他找不到宿舍。 他去找房子找不到,找了两三天,跟流浪汉一样,晚上都没地方住。 所以可能同学没有考虑到,你出门在外,一杯水都要钱。 房东会跟你收水电会啊。所以我建议你可以考虑,离家越近的学校越好。 你穷的时候,还可以回家打开冰箱,吃喝一顿。这是各位选择的时候,特别要提醒大家的。 那选前志愿还要注意到,就是成绩不理想,无法进入心意消息,要不要申请报名。 那不打算只考,又选自己喜欢,进去再转系。先跟各位报告,转系很难。一般来说,转系大概只有一层能成功。热门转冷门的消息是非常简单。 因为冷门会有空,那热门转冷门可能相对容易。冷门转热门,因为热门没有人转出来,所以就很难。 那我建议你有这样的考虑的人,你先上学系网页,查一下他们有什么转系的规定。 下一个问题,就是也是很多人想的,这也是家长,有时候提供小孩,你可以进去后,修虎系或双左修。 实际上虎系,原来的学系的成绩,通常每个学校,每个系规定不一样。很多系是规定,修虎系至少要前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成绩, 才可以修虎系。双左修更严,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。你在班上排名要四分之一、五分之一,才有可能双左修。 这个都可能会影响你的生活,会让你修业连线延长。这是同学要考虑的。何况拿到毕业证书还是以原来的主系为大。 虎系双左修只是写在下面,右下角的一个小格子,或左下角一个小栏位。 那我们现在在看大学选择的下一个要注意的,就是收集两年筛选标准。你可以上政权文会收集,预估首选系的录取率。那因为这几年申请录取的人数都相当稳定。所以新生校系,招生名额增减,性名变革分组合并都不是很多。 当然如果有,你要小心。 首先,你要检视你的五标。 你的五标到底过了哪几个?比如说,你过文考了十一几分,那你就是刚好过军标没有过前标。 那你用如果考了十几分,那你大概就是过军标没有过前标。一定要记得你五科大概过什么标。 第二,就是你评估你的学科能力测验。 我建议你去画一下你累积人数。你果文比如考十二,你要记得你是五万两千六百四六名。 那你英文如果考的是十一,那你就是四万两千多名。 那我这边要讲一下,很多外面房间都讲英文今年比较低一分,数学低五分,或四分。 那我不建议这种讲法是完全正确。 假如一百零九年有一个科系,它是要十四级分的英文,筛选标准。 那你今年考十三级分,照坊间的说法说,加一分。 你今年十三可以算一零九年十四,不尽相同。 因为你今年十三才两万两千多名。 那去年一百零九年,十四级分是一万六千多名。 这里有六千名的相差。 你要知道六千个人,每个人填五个系,这变化就会很大。 你这个系可能就不一定会录取。 大家是要注意一下,并不是人数相当。 那首先,我们这个影片可能下方有一些资料。 有一些累积人数表,我做了一些整理。 有五年的累积人数表。 那你可以去把它下载,然后把它标示出来。 大概落在全国多少人。 五个考科。 第一个国文考科。 大家看一下,在五标方面。 它最接近哪一点? 诶,它跟一百零七年是几乎完全相同。 再来我们看累积人数。 我们累积人数一百零十年四零六十,最接近的是一零七和一零九。 可能最接近一零九。 那十四级分呢? 最接近的也是一零九或者一零七。 那十三级分以后,你会发现它最接近的是一零七点。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,就是国文考科。 今年对照的话,十四十五级分可以接近一零九。 那十三级分以后,它最接近的是一零七。 这是国文科。 我们来看英文科。 英文科最接近哪一点? 大家看一下。 标来看,最接近顶标部分就是最像一零六。 再看累积人数。 各位可以看到,它最接近的是一零六。 每一个都接近一零六。 可见今年的题目, 比一零六简单一点。 但是比一零七、一零八、一零九来得难。 大家可以看到。 英文考科,我们就最接近的是一零六。 这是给我们在参考历年分数的时候, 我们记得英文是接近一零六。 那国文呢,是接近一零七。 那数学呢? 数学是这十年来最难。 那在这边看标最接近的, 可能还是一零六。 那累积人数来看, 它都比任何一年还要难。 还要少人。 所以我们勉强可以说它最接近呢? 最接近是一零六。 数学最接近一零六。 那我们再看一下。 社会科。 社会科大家再看一下五标。 这边应该最接近的是一零八、一零九。 那看这边人数。 你可以看到它非常接近一零八。 比较接近一零八。 你可以看你考几分。 你去这一行。 比如你社会考十二。 那你最接近的是哪一个数字? 在这边最接近的可能是一零九。 如果你是考这一行, 那最接近的是一零八。 那如果你是考十四几分的话, 你最接近也是一零八。 那看你的分数, 看最接近哪一排。 看标可能比较不是很正确。 看累积人数是比较准确一点。 所以社会考科可能你接近一零八。 那我们再看自然科。 自然科看五标。 我们已经知道五标是不怎么准。 都不大相同。 那我们来看累积人数。 数集分的时候, 我们发现它最接近是一零八。 十四集分的时候, 最接近是一零九。 十三集分的时候, 最接近是一零八。 十四集分的时候, 最接近是一零八。 十五集分最接近也是一零八。 那这一路看来, 大部分是接近一零八。 那我们这五科就看完了。 其实自然考课接近一零八或一零九。 都可以。 社会考课是一零八。 那国文是一零七。 那英文数学呢? 最接近一零六。 呼吸。 那我们接着再看。 这是在得胜者文教可以看到。 105到109的通过集分。 那这一个管理科学系很妙的。 它就是分数。 一高一低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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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高一低。 很像什么呢? 很像这个东西。 钟摆。 这就是钟摆效应。 我们在查看历年的分数。 为什么我们要看五年比较准? 就是可以看到这钟摆在摆。 它理想中应该是在中间。 应该是在二六二七。 但是它是在两端在摆。 就是二五。 二八、二九。 这两端在摆。 其他应该是二六二七。 那今年又会摆荡回去。 这是什么原因? 就这里二十五。 那去年很多人就看了。 哇! 这个分数很低。 大家就拼命去报。 结果呢? 因为报名人数很多。 所以它挑起来分数就高。 所以就变二九。 那今年因为二九。 吓坏很多人。 他们外面大部分没有这个过去的分数。 他看到二九都不敢报。 所以这今年报名人数会少。 所以这分数就会降低。 更何况今年英文数学都比去年来。 这个应该都是在二十五、二十。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些变化。 那这一部分就说。 刚刚看这个日文系。 那我们一百零九年跟一百零八年的筛选倍率都是一样的。 也就是说第一个国英宿舍四科。 筛选倍率五倍。 社会是四倍。 国英加英文是三倍。 那像这个部分我们就从国英宿舍五六。 那到底今年这里是几分呢? 那我们可以考虑去查一下。 我有让大家下载累积人数表。 那今一百零九年五十六几分。 是四千三百一十三人。 那我们就到一百一十年去找四千三百一十三人。 那四千三百一十三人刚好在五十一和五十二之间。 也就是说比较接近五十二。 所以大概是五十一点七或五十一点八。 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是五十一点七或八。 也就是说考五十二几分是没问题。 考五十一几分可能就有点危险。 那这一棵十五就上去应该是十五。 我们可以看这里。 我们讲过。 社会最接近的是108。 所以这里可能是十四。 今年是十四。 那古文加英文呢? 怎么办呢? 那我们可以考虑。 又去查一下。 查我们累积人数表。 那一零九年是十八。 我们看到是一万零三百八七人。 那我们就到一百一十年早一万零三百八七人。 我们会发现正好是在二七二八之间。 也就是今年这里是二八没问题。 二七呢? 可能就要比筛选总积分。 也可能要去比筛选总积分。 那各位同学这个换算会不会? 也就是说我们用累积人数。 因为它这比较前端的学校我们用累积人数。 先从一零九年早到底累积人数多少。 再到一百一十年看累积人数的分数。 那这种单科你可以查也可以不查。 不查就用我们刚刚讲的。 社会最接近一百零八。 所以我们这里就认为是十四。 我们再说明一下。 这个比较。 我这个教法是教你。 今天不是教你会选。 还要教你怎样? 可以教会以后你的弟弟妹妹, 或者教我其他同学。 那我们现在看到果文六。 筛选被六十二。 那今年一百一十年会是多少? 那我们去看一下果文。 果文我给的PDF档案里面。 十二是五万八千零六十五。 我们就到这边来找五万八千。 所以它相当于接近十二。 也就是十一点多。 应该是十一点。 十一点。 它比较接近这里。 所以它是十一点。 三点四分。 也就是说这里可能是十一点多分。 因为它接近。 所以应该是接近。 应该是十一点七八分。 那我们再查一下果文数三十五。 果文数三十五。 一零九年是四万一千三百二十三名。 那我们相对来找的话。 就刚好在这里。 刚好在这边。 刚好是三十点多。 可能三十点三。 也就是这边可能是三十一分。 三十二分。 都没问题。 三十分可能就要比超额筛选重新。 因为这是最后一项。 我们看单颗了。 看两颗的。 也看三颗的。 这些组合的累计人数。 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的说明有一个下载点。 各位可以去下载。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。 这个。 我们看到果文加英文二次。 那数学十三。 那这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去查。 果文英文。 二次。 二次几分刚好是四万多名。 我们再去查。 以下一百一十年四万多名。 刚好是二三。 也就是这二四。 刚好是二三。 那我们再来看数学。 那数学今年十三几分是。 已经去年三几分是。 三万十千六百五十一名。 那一百一十年的。 分数来看。 三万四千六百五十一名。 刚好是在这之间。 这之间刚好是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九。 刚好是九七分。 这里会是九七分。 并不是外传的说千五分。 今年九分就可以算成十四分。 不一定。 不一定。 下面再看这个系。 这个系是筛选倍率。 改变。 科目没改变。 筛选倍。 这筛选倍率从2.5变3。 就代表他怎样? 范围变大。 所以这里可能是15。 也可能会是14。 因为他挑的人更多了。 更多的可能分数就会到14。 但是14的话也会比超额筛选总几分。 接着我们看到这个中原电子工程学系。 它是整个变了。 它是整个科目增加了。 数学本来只有筛选数学一科。 就今年又增加英文数学自然。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拆。 那我们怎么办呢? 我是建议你去点一下其他系。 结果我们去点中原的化工。 我们发现。 他这个绿人组。 绿人制成组。 大概在2728左右。 那我们可以看。 那这里可能30。 不一定。 我们还要看一下这里。 我们再查一下。 深化工程组。 哇更高。 更高。 332。 再查一下。 我们会发现。 化工材料组。 哇。 3435。 这个电子工程的热门度跟材料工程。 是相近。 甚至比材料工程还高。 所以他的分数应该会比这个高。 因素是。 也就是说这边的因素值可能是35。 我指的是109年。 当然在110年来说。 因为这因素值。 我们刚刚查过。 可能会减5分。 也就是说这边可能还是30。 因为他比较接近。 这两个系比较接近。 也就是他们名字比较接近。 好。 那我们就大概得到。 他这边因素值在109年。 可能35。 那因为今年数学英文难。 所以这可能是30。 29。 29。 28同学都可以试试看。 那这个系。 他的策务整个内容改变。 这个改变太可怕。 因为109年社会加自然。 那今年变国文加自然。 这个我们就没办法根据。 尤其大家都知道这是自然组才考。 这个是自然组和社会组。 都不一定有人考。 也就是今年很多人没考自然。 社会组的。 自然组没考社会。 所以这一部分。 我们就大概只能去参考一下。 北一的其他学系。 有没有采集国文自然。 那还有部分的。 我们现在再来看。 我们现在再来看。 中原大学的几个系。 大概会是几分。 我们中原大学从这边开始看。 他这变化不大。 中原大学应用数学系。 那数学13。 今年你去看累积成数。 大概9、8、7。 9。 应该是稳上。 8、7。 你可以抱抱看。 那。 这物理系。 因素是21。 大概这个。 今年大概在17。 16、15。 都可以。 自然8。 这个大概7和8。 那数学11。 在今年就大概是。 7。 是应该是稳上。 那5、6。 就是可以试试看。 那这个。 这个左右。 因素是。 这里19。 那这边应该是会。 差不多15。 15、16。 那自然的话。 应该最像。 应该还是9。 数学的话。 那今年可能会7。 可能。 6、7。 都有可能。 有可能。 那。 化学、化学主。 那这英文加数学是。 20。 20。 那今年这个可能就18。 因为这有百当。 4、9。 或10。 8、9、10。 那这些都。 同学可以去查。 英文加数学19。 那。 两科的累积人数。 那今年因为比较难。 所以可能是15。 15是稳或14。 那自然10。 也有可能这里是9。 那。 这个心理系刚刚看过。 这。 是自然。 应该是6。 6。 不一定。 因为这是大倍率。 看报名人数。 那这有时候。 报名人很多。 就会低。 就会高。 报名人数少。 就会低。 那这英文应该还是9。 数学当然可能会是6。 7。 5。 6、7比较稳。 再看生物科技系。 那数学9。 这边大概是5。 英文8。 这里可能是7。 施然9。 这里应该是8。 这同学都可以。 新年原则上。 这英数字都会降。 尤其数学会降比较多。 那这英数字30。 这个应该是25或24。 多有可能。 24、23。 你也可以点点看。 那这个32。 那今年可能28。 是应该没问题。 那27、26。 都可以试试看。 这英数字35。 那今年应该是31。 没问题。 30、29。 都可以填。 那这国文加数学。 去年22。 那今年可能21。 20。 49。 都没有问题。 18也没问题。 大概17。 就16。 可能会比超额筛选。 那这数学加自然也是一样。 今年大概减4分5分。 16分都没有问题。 这国文数字也是减个5分。 左右。 36、35、34、35、36。 都可以试着填。 生物医学工程。 这数学加自然。 22。 那应该这边大概是18。 没问题。 17。 17呢。 可以试着填。 那环境工程。 果音数字41。 这边大概37。 37、36、38。 同学都可以去换算一下。 那奠基资讯学院学识班。 这是用英文。 所以这里可能12是没问题。 11可能就要超额筛选总积分。 那接下来看工业系统工程。 果文数学22。 那大概这边就。 因为数学今年比较懒。 所以这里可能17、18。 18。 这是工业系统的另外一个组。 果文加英文22。 今年应该是21。 21或20。 多有可能。 因为这还要注意一下。 英数字。 这就是刚刚讲的增加。 我们大概去看一下。 这应该差不多30。 29。 都可以来报名。 之工现在都很热门。 46、47。 那今年大概。 因为换算分数的话。 累积人数来看应该是43、42。 43、42。 没有问题。 电机工程。 英文数学。 所以25。 应该是22、1、22。 因为电机是非常热门。 气管。 细服。 管理数。 果文12。 这里大概也是12、11、12。 都没有问题。 因为这都已经非常稳定。 都变化不大。 这个果文。 这个我也猜。 因为它同个系。 所以应该是12、11。 你们去看对照的人数。 那这气管工业组。 这个也差不多是11、12。 我都可以来报名。 13。 那当然就没问题。 这个国际。 那数据。 那数据。 这里20。 因为这报名人数太低。 并不是。 因为报名人数。 没有它筛选的人数多。 所以这数据不一定。 我们看果文应该还是维持着8、7。 那应该是10。 10左右。 那这数据可能就不一定。 也可能还是两分。 这原因是因为它筛选的人数太多了。 会计系。 国文宿舍。 因为这边是40。 所以这边大概是40。 就有可能。 那资讯管理系。 因为是国文13。 这边有可能是12。 它因为我们讲过国文最向107。 所以应该是11。 也有可能。 国文的成绩最向107。 那国文宿舍。 因为这里有英文数学。 社会今年多。 比往年南。 比109年南。 跟106年差不多。 但106年筛选倍率不一样。 我们看这边应该是40。 39。 多可的。 那这是比较新的系。 因为要英文。 所以可能也是12。 那这个社会。 社会13。 这边可能13。 12也可以抱抱看。 那这建筑系。 国英数。 37。 这可能是32。 没问题。 3130。 要试试看。 室内设计系。 这国应该还是12。 因为这是国内唯一的室内设计系。 已经变建筑系。 国英数设45。 这里大概是40。 40就有了。 商业设计系。 国英23。 这边大概是22左右。 这个自然多出来了。 这边又变国英字。 也就是这个系。 要说自然组了。 那这个猜不出来。 这个我猜不会高。 可能5、6就有了。 国英字在这边。 因为它受限。 所以它不会32。 应该是31或30左右。 因为它倍率还蛮大。 变成5。 这是以前的景观系。 那这以前是景观系。 现在叫地景建筑学系。 改了名字。 我们还是看一下这国英12。 这应该还是12、11左右。 那特殊教育系。 因为它还是英文数学。 所以这里可能会降。 因为英文数学又变蓝。 可能会89。 因为它这是因为筛选的问题。 那果文就11。 所以这边可能10。 今天如果比较多人报名。 这英文数学会提高。 它因为可能挑5倍。 它报名人数不足于取。 所以最低分也取了。 这个系。 果文。 果文应该是10。 英文这里应该11。 因为应用外国有学系。 所以这里可能也是11也有可能。 这边也11、12都有可能。 华文学系。 果文。 它英文果文还是造就。 筛选背语装修。 所以这里可能是6、7。 这边可能11、10。 11、10。 左右。 那这是新成立的消息。 是也跟外国学识双学位。 合作的。 那这个你就重新选择。 因为它是采用英文数学。 所以英文可能会高一点。 应该是11、12。 我刚刚看上面。 数学就不一定。 可能是7、8或5、6。 那目前就讲到这里。 我们选择申请大学科系的时候特别要注意。 我们一定要尽量。 在第一阶段最好能够通过5个最好。 再来4个。 再来6个。 再来3个。 如果你是录取1个2个还不如0个。 因为后面会压力很大。 那梦幻消息选个1个就好。 不要超过1个。 机会科技也是1个。 安全科技一定要选4个5个。 因为4个5个你才有最喜欢的。 如果你是6个。 里面你最后上的是次次喜欢。 这都是很危险的。 因为你最后可能放弃。 就会浪费很多时间。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申请入学最后面要注意的。 一个就是同校报名习数限制。 还有正式日期是否重叠。 交交资料期限。 那我这边要提到正式日期是否重叠。 你。 如果同个学校你是不用考虑。 因为我们到同个学校。 中原大学。 向中原大学。 就会替你安排让你错开来。 好不容易撞到你可以跟请假。 因为你是在校园里面跑。 所以时间都来得及。 那正式日期是没有问题的。 有的人就是很考虑怕撞棋。 结果最后呢。 第一阶段没过。 结果在家里撞墙。 大学证券招生个人申请可填消息数都公布在简章。 中原大学是三个。 如果不要超过三个。 我这系统会跳掉。 申请很容易撞棋。 今年医学系也是撞棋非常严重的。 那。 像他们这种南来北往。 有高铁。 都要考虑时间。 好。 这是简章上都有的。 也就是征选第一阶段筛选结果。 中原大学是4月6号以前。 你就要把。 审查资料交出来。 这是缴交资料的。 日期。 我没有写好。 上面是说。 筛选结果3月31号公布。 在六天。 你就要上传。 审查资料。 那我们再看最后。 选前志愿最重要的。 就经济交通问题。 很可能你到很远的地方考。 那那天早上要求9点。 要到。 你可能因为交通问题。 就无法准时到达。 还有各位。 如果你到外地。 可能住旅馆。 就要花很多钱。 你跑到高雄台南。 你北部地区的。 那你就可能。 要花很多钱。 住一天。 如果提早一天去。 就要花上六千块。 七千块。 那考虑学习。 还是再强调一下。 最重要的是兴趣。 读得快乐。 还要符合能力。 就能够读研究所。 最后。 还是要考虑家长的期望。 这家长的期望。 当然因为。 未来可能经济部分。 你完全要依赖家长。 所以是要自己。 要跟爸妈。 能够取得协调。 那这一部分。 是一百零二年的次序。 那时候光电物理都还在电机后面。 那一百零七年就做很大改变。 财经会在法律前面。 那那时候生命科学。 大家生命升华都还在兽医后面。 但是一百零七年就。 我这次看指考的分数。 就起了很大变化。 那法律就在财经前面了。 这边电机。 那大船又到后面。 资工就跑到前面。 因为人工智慧的问题。 那医学这边也是。 因为老人家增加了。 所以复健医学。 就比生化生计。 生命科学都还在排名在前面。 这是航值。 影响到我们学类学群的排名。 那关于科大。 的资料。 因为他是百分等级。 所以你会非常辛苦。 稍微要需要换算。 那就是到。 科技大学的申请。 委员会。 招生委员会。 去查一下历年统计是要。 因为他是百分等级。 你查到。 他第一阶段是国分成一。 英文成二。 数学成二。 自然成一。 用权重来比较你的总分。 但是他把它划成百分等级。 所以这一部分比较不容易。 你们现在看到这些都百分等级。 你们在。 征询。 世纪申请委员会。 查到分数。 109年108年。 都是百分等级。 这要经过换算。 因为我是数学老师。 我下面讲一下怎么换算。 84.44。 因为他是百分。 我们单位换算就除以100。 除以100。 然后再乘15。 就换算成几分。 这个84.44。 除以100。 乘15。 就12.67。 这个85.56。 除100。 乘15。 就12.83。 这12.67就是几分。 15几分。 他是单颗几分。 那因为这边有1.0。 1.5。 1.5。 2.0。 所以总共有权重16。 所以这个乘6。 乘6就变76几分。 这84.67。 85.56。 除以100乘15。 就是12.83。 因为这边的权重也是6。 所以这乘6。 就变77几分。 也就是古文乘1。 英文乘1.5。 数学乘1.5。 自然乘2。 总几分要77。 才能够进入这个系。 这是目前科大。 是采用百分等级。 给大家参考。 那学册申请的管道注意报名日期。 还薪最早报名。 我相信学校都已经开始启动。 更能申请在2324。 学校因为团体报名所以可能会提早。 但是你在22号之前应该都可以更换学系。 师纪的报名。 那中原大学确实是一个好大学。 他在综合大学里面。 在世界排名都是在前面。 那相对于他的注册率。 也都是在99%。 是12师纪大学最高的。 他也是7月最爱的大学。 那希望各位能够做明智的抉择。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是师大护中。 我们班差不多一半的人。 一半成绩在中等以上。 才能够进中原大学。 那时候中原大学一直是一个很有名的理工大学。 是师纪大学的第一位。 最后谢谢大家。 请大家多多指教。 接下来。 请不吝点赞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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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。